当天晚上警方根本就会把学生当报名 尤其就连霹雳小组也都请来了 其实这个清场活动一开始就注定是流血冲突的命运 因为我们回顾过去台湾几场大型的抗争活动 跟这一回太阳花学运来做比较 以往警方驱离的时候只会出动一般的保警 当然配备就比较简单了 也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性 包括了头盔还有长盾等等的 但这一次的清场冲突可以说是精锐进出 就连霹雳小组都出动了 当然他们的东西就包括了短警棍 这一打想必是头破血流 甚至还出动了震报水车 那么今天我们也问到了资深的社会记者 就说这个是指令的问题 等于是一开始的警方就下达了这样的指令 就是要现实清空 意思等于就是说清场不管你流不流血 就是要把学生通通赶出行政院 手无寸铁的群众躺在地上 深思力竭 警方拿出盾牌包围推打 警棍用力重击 民众被拉进碗炉血盆大口的盾牌里 消失无踪 这夜碗炉一场人间炼狱 最后出动震报水车 水柱无情的往群众身上 抢冠黎明破晓之际警方现实清空行政院 警方在做所谓的强制驱离的时候 通常都一定会所谓的沙盘推演 那这个沙盘推演的时候 他们会是按报 就是规划出他们的一个步骤 保安警察主要作用在进行驱散 基本配备包含头盔长盾及奇眉棍 黑衣进装的霹雳小组 防制服长靴手持短颈棍 进行攻击逮捕 画面分割比一比 保警和霹雳小组各自的强项一目了然 黑衣部队就是我们所谓的拳头部队 那么它会冲进现场里头 它是针对那个带头叫嚣 或者是这个滋扰 这个官署 这个鼓动群众情绪的 霹雳小组出动 几乎是预告了流血冲突的结局 其实要让民众溃散 也有更温和的手法 过去处理群众运动 警政署只要下达不见血的命令 自然就会采取隔离战术 将民众再往偏远的地方放置 同样能够消耗群众力量 但纵观这回的镇压 从最初下达的现实清空指令 到派出的警种 以及强势的见人就打战术 不难看出警政署不择手段的镇压铁腕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昨天下午五点钟 传出总统府的代表 已经打电话给学生代表了 因为当时林非凡一度是电话